欢迎来到这里,我是你们的在牙 说起钢铁侠托尼斯塔克那应该是很多女生的理想性吧 在空中自由的飞行,这才是真正的风一般的男子 但是现实中有一位男士 将这个只能在电影中出现的特效场景变成了现实 而且以每小时51.53公里的速度 创造了新的吉尼斯世界记录 目前这项记录是他的专属无人能破 这位男子名叫Richard Browning 是来自英国的发明家 他为自己设计了一套超炫酷的可手动操作的喷气引擎飞行服 Dedalus 这套衣服可以说是天价了 因为Browning在衣服上配置了抬头显示器 技术支持来自于索尼 而整套衣服的燃油监测系统是借鉴了医疗固体气泡探测器 除此之外,想要减轻飞行的重量 整套设备的外衣使用的是石墨烯材料制成 而为了能够垂直上天 Browning给借件衣服的手臂处和外骨骼上 总共安装了6个小型喷气式发动机 依靠这些发动机的推动力 就可以让使用者实现垂直降落 而且整个飞行状态都依靠人体的动作进行操控 具有一定的安全性 虽然他在表演加速操作的时候出现了小乌龙 一头栽进了湖里 但或许并不影响Dedalus的吸引力 根据Browning的描述 这套衣服光材料成本就已经高达10万英镑 当然Browning表示 并不是仅仅是为了兴趣而烧钱的 而是成立了一家Gravity公司专门设计这种衣服 打算将飞行衣变成商品 让每个人都能满足飞翔的愿望 虽然10万英镑的成本高得吓人 但目前这个项目吸引了很多投资者 或许以后我们也能穿着这样一身设备 去沃尔玛逛逛或者上学 就是不知道还要等待多久呢 小编已经迫不及待了 欢迎走进去座里 好吃好玩有趣多别东西 我们这里一通能有missage啦 快上车